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让步步去安慰卡卡 尼尔森在王一博的怀里突然的娇羞 王一博还会反问导演 你知道这个思是什么意思吗? 果然是总编剧哦 不是应该导演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原来是擦火柴的声音 点了火柴才能引人炸弹 然后才会蹦爆炸 果然很严谨 哈哈哈哈 背着一条铁链 还挂着一个包包 看起来这个链子很重的样子 要跳舞了 得把它摘下来了 韩庚战队说完战队名 王一博又跟着模仿 哈哈哈哈 你就仗着老板宠你 你就随便玩吧 哈哈 尼尔森跟步步石头剪刀 不决定由谁先上场 我真的没找到步步在哪里 日常消失在黑暗中的步步 哈哈 尼尔森上场 王一博的嘱咐是 你别回来了 就站在那 一直手雷 哈哈 步步和卡卡巴特 卡卡赢了 果然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啊 危险危险 哈哈 不过 卡卡跳得太累了 后面都没上场了 他们对得分最低 他还自责地哭了 呜呜 别哭 你尽力了 休息好了 下次再来 王一博看到卡卡哭了 赶紧让步步过去哄孩子 卡卡克拉尹还做哭鼻子的动作 好可爱啊 步步带孩子太累了 尼尔森看到步步来了 就默默地走开了 孩子 就交给你来轰了 步步把纸巾直接盖卡卡的脸 别哭了 丢人 哈哈 卡卡也是一个可爱的宝宝 跟步步诉说委屈呢 步步赶紧抱抱人家卡卡 王一博拿着自己的大号奶瓶 看了估计会说 这么大了还哭鼻子 丢死人了 你看我都不哭了 还会自己乖乖喝奶奶呢 王一博你的奶瓶也太大了吧 波波长大了就是要喝大号的奶瓶 plus版的奶瓶 这是水桶吧 蹲蹲蹲地喝水 哈哈 多喝柠檬水对嗓子好 孩子玩得太累 就要多喝水太可爱了 哈哈哈哈 王队长 练条包包太重了脱掉 衣服太热了脱掉 手表没事脱下来玩玩 裤子挂件 也想扯掉 从后场开始 手上和脚上动作就没停过 王一博每次点人上去battle 就像叫人出去干架 哈哈 王一博 凯哥 他欺负我 就是他 凯哥立马脱衣服 是谁欺负我们一博 我去帮你报仇 尼尔森 上 叶音 上 还拍人家屁股 还激动地直接推杨凯上去 王队长抢分太上头了 一波王炸六连胜 真个对气分直接爆了 叶音也是跳嗨了 直接拿下最后一分 大家都去报叶音 还薅人家帽子 哈哈 太燃了 王一博 你干嘛去薅人家帽子哦 孩子太开心了 就开始上手了 王一博又蹦床跳了 你是脚底安了弹簧吗 王队长真的很给人安全感 叶音是新晋小宠妃吗 开心地搭在王队长身上 哈哈 王一博的各种搞怪小动作 被队员们夸了 不好意思了 尼尔森又爆屋里一博了 哈哈 尼尔森回家抢儿子的抚养权了 王一博肯定要回去的 我们下次还会再见 王一博也很舍不得尼尔森 仰起头不让眼泪流下来 呜呜 尼尔森在王一博的怀里好娇羞 王一博还摸摸头 破防了 呜呜 这就是王一博的男友力吗 大鸟一人的感觉 哈哈哈哈 尼尔森发了狮子落泪和可靠的表情包 鸟森大鸟一人突然的娇羞 嘿嘿 尼尔森是不是特别想把子子放进口袋带回法国呀 两个人抱了又抱 真的舍不得 尼尔森也真的好喜欢一博队长啊 看到一博总是露出他的大白牙 没事 下次有机会还可以合作啊 想当初尼尔森刚来的时候 感觉他好凶哦 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变成这么妈了 谁看到王一博不会变妈呢 哈哈 步步咖啡师宠记 果然爱是会消失的吗 步步 你是我最好的伙伴 一博你是我最好的队长 我向你敬礼 salute哈哈 王一博不小心又跳了solo 原来这一段编的原本是跟海哥一起跳的 结果小海忘了 直接退场了 王一博跳着跳着 一回头 我队友怎么没了 下了台还问海哥 你咋不跳呢 小海 我忘了哈哈哈哈 一波王闸的编舞作品得了第一 我看预告的时候 还以为编舞成绩不好呢 看的时候紧张死了 小山桃编舞确实很符合一波王炸的风格 这个作品真的很棒 会反复观看 把每个舞者的优点都绽放了 HB的镜面舞真的厉害 两个人镜面跳舞 就像一个人跳的一样 王一博一开始也有点紧张 看到中间就笑了 看完就觉得赢了 就是这么自信 王一博队长作为一个舞者去战斗 他跟布布 叶音 小海都跳了双人起舞配合 王一博的多种舞蹈是配性 他跳了自由舞 好事舞 震撼舞 排的动作他都记得 跟每位舞者都配合得很好 一波王炸也是全元气氛组 在场下也各种做动作配合 廖博化身保安一直在拦人 不过拦不住 没一会儿又围上去了 哈哈